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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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请放掌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网路课程 这个宋代天台学专题研究 第二次的论证 那但是我们的课 目前只剩下一次了 那我们尽全力的来给主委介绍 第三次第四次论证 浓缩在意唐克 那么 第二次论证 之前有跟主委介绍过 是 关乎于 围绕着 唐代赞兰大师的 著作 唐代赞兰大师的著作 是哪一个呢? 那是 什伯尔门 那这什伯尔门啊 今天出来的四个论证的问题 待会都会写在白板上 请诸位参详 还有所牵涉到的 经论和思想 十伯尔门 十伯尔门 那么 说到这呢 那就 请大家看白板 那我给主委 写在白板上 这个 十伯尔门 你知道吗? 这个 这个 第二次论证 你看 宋代天台 好 请看哦 给主委介绍 他围绕 唐代 赞兰 做住的 十伯尔 那么 主题 有四个 第一个 真旺事观 这是延续第一次论证而来 第二 别你随了 也就是别叫可以随了 这个是在第二次论证 特别 特别的重要 第三个主题 射心 双聚三千 这个是由 性聚法门 和 一念三千的思想门 第四 草木成佛 他也是根据淡兰大师的无情用性 好 所牵涉到的经论思想 第一个 这个 空性 元旗 就是性空为名啊 以大圣三系来说 属于性空为名 就是 和这个 珍藏 为心 就是 如来藏学 这个 这个应该要加个后期啊 好 所以呢 产生的 产生的 他们彼此之间的论证 主要 就是这个 性空为名 难怪他 再来 他要论真的 当时的 宗派 是哪些宗派 华言 是哪些宗派 这个应该说 这些宗派 李天台 三家派 尤其是哪些宗派 然后呢 华言 殘忠 他們彼此體驗認證 第三 牽涉到的金潤 有波洛經 這時候呢 已經到宋代就不限於大平波洛 還有 玄奘大師翻譯的大波洛經 波洛經 還有 大智部門 還有中論 中觀論 就是信空為寧一系 還有呢 面對華嚴 還有什麼 華嚴經 熱心 其實華嚴經是天台華嚴根部共用的 天台中的60華嚴 然後 這個到 宋代天台加入了80的華嚴 還有40的華嚴 那這裡要幾個華嚴 華嚴經這裡是60的華嚴 那這裡呢 一些 啊 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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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大聖小型論 還有呢 加之保性論 那這裡的論點 佛性論 佛性論 還有呢 聶盤經 聶盤經 聶盤經的思想 應該是介乎這兩個種 佛性論是早期的如來造學 晚期的如來造學 像是 起心論 佛性論 佛性論 還有為事呢 真如 任期之所 隨人 不變 這如來造學 所以 這 兩家思想 最後 還要講到的是 最後一句 第4號 修行上 修行上的正面 修行上的正面 顧著 觀察 觀察 妄心 凝視 煩惱 還是觀察真心 發芥 對 此相 如果觀察是煩惱心因事心的話 那就要認清忍護手術 是什麼?針對自己煩惱 對自己煩惱心 所以要從無情心關 看四面出入手 如果是真心關的話 那就是 從什麼? 對不對 麻芥管 還有這個不思議 不思議進 就是觀察旺行 觀察真心 還要配合著前面的 像叛教的關係 像別禮隨人 這裡就是有關於叛教 教育上叛教 這個就是修行 這個也是教 教育 這個是呢 修行後的 我 我的 所以 宋代天台學 他的論證 這麼不算 好,大家抄一下 是 這個 我 喜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次操完了,就請回到投影機這裏來 所以呢,跟諸位說 第二次啊 宋代天台的論證 他的教理經論 牽涉各方面 都特別的困難 尤其是在 對什伯二們 的解讀 常常呢 主師們的 主師們的這個原文 清晰易懂 但是到後代主師們的註解 卻又更加繁复和困難 像這個 史伯二門的圖解 大家看 看一下 你看 他這個有 史伯二門呢 原本是 在 法華懸役啊 湛蘭大師 對法華懸役 做出註解 將 將基門石廟 解釋完之後 做出的一段 結論性的 文字 這篇文字 並不長 但是呢 是歷來 學習 法華懸役的 最重要的 關鍵 因為他是 總結了前面的 基門石廟 基門石廟 又包含 本門石廟 所以像這裡 色心伯二門 圍繞著 是靜廟 內外伯二門 修信伯二門 是甚麼 圍繞智廟 行廟 因果伯二門 有衛廟 和三法廟 染靜伯二門 對感應廟 啊 還有 醫政伯二門呢 和感應廟 神通廟 醫政就是 醫報和正報啊 醫報是指環境 正報是指自己的 身體 自己的心 啊 治他伯二門 感應廟 神通廟 三葉伯二門 對應到說法廟 全食伯二門 也對應到說法廟 壽論伯二門 對應到眷屬廟 和利益廟 所以前四門 十聖官提 啊 前四門 十聖官提也 那提 那後六門 起教官提也 所以前四門呢 它可以呢 依據十聖官法 後四門 後四門呢 有教有關 所以這個 在這裡啊 相當之繁複啊 所以前四門 它還可以配合 實與無事 就是 尖別射心啊 所以呢 在 這個 十伯二門裡面 最重要的一門呢 就是要把射心伯二門 把它解通 它就是靜妙 靜妙 射心伯二門 所以 諸位請看 這邊的實如是 從如是向如是信到 如是本末究竟等 是在 是在 射運 射法上 啊 一二三四 五 六 七七個 它包含七個 在心法上呢 一二三四 五六七 啊 也是七個 然後 有的地方 大家有重疊 有的地方 沒有 所以 對應到 苦極滅道 真俗中三帝 或一帝 這樣子 整個把它統合起來 所以這個 很難啊 很艱難 這不是短期之內 你就能夠理解 就這樣 慢慢的斟酌 慢慢的思維 那這是 十不二門的圖解 配合著 配合著什麼 十不二門配合 金門十廟 還能配合什麼 十勝觀法 還有配合十如是 配合苦極滅道四帝 中三帝 還有二帝 一帝 無地 無地什麼 都可以 好 既然如此 我們用投影片的方式來給諸位啊 快速的介紹 因為在不快速介紹講不完啊 請看啊 這個 我不行的話 就唸的啊 唸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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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過去啊 你看 我們現在是談第二個 第一個 像第一個呢 真旺心觀呢 是 第一次論真 第一次論真 觀察旺心 或是觀察真心 那這是修行上的論真 還有文獻上的論真 在第二次論真呢 在第二次論真呢 不只修行上 還有呢 叛教上 教理上 啊 觀修 最後所證得的果德上面 全部都一起來啊 四次論真 四大主題 那我們看別禮隨緣 我們快速把他講解過去啊 用念的啊 別禮隨緣是知理大師 時不惡門子 要抄的一個顯著的論點 為什麼會產生如此的論點 原因在於知理大師的時代 三外派諸師受華言中 興起的思想即深 所以說還有 華言和天台基本思想上的差異性啊 像華言中興起思想 天台呢 興趣 這邊要 大家這個 如果寫上啊 這是天台華言之辯論啊 你是寫天台那裡是興趣思想 華言那裡是什麼 興起思想 所以大勝起信論有真如隨緣之說 這是華言中所依的重要論點 興起說與真如隨緣說相互融會 造成極大的影響 造成極大的影響 至於說 當代 新儒家 的毛中山先生 曾經提問 這些 這些 著作 點擊 都在那裡 為什麼三外派諸師 不清楚 不了解 這個 我在上一次上課都有給諸位解答過 都有給諸位解答過 一個是從果上面來講 一個是要從 赤地止觀 而且 由淺入深 由凡夫而至成佛 好 更進一步來講 天台中 宋代天台三外派 他所重視的是什麼 真妄不二 極妄而真 直接跑到最後面的重點 抓住這個 但是天台中三家派著重的是什麼 由妄而真 到最後才是真妄不二 不是一開始修行就是真妄不二啊 不是啊 是要由妄至真 最後真妄不二 真即是妄 妄即是真 好 這個是三家派和三外派從修行上的角度啊 就可以判別兩者之區別 曾經 我的老師 李治夫先生 他曾說 這是一個是掏金的問題 一個是掏沙的問題 怎麼說呢 天台中三家派就是掏沙 這是說金子藏在沙土之中啊 或是金子藏在沙石之中形成金礦 所以呢將沙石去除 金子顯現 這是掏沙理論 掏金理論呢 只取金子 而不理會 不理會什麼沙土 但是這個有點問題 如果按照如來藏學眾生之佛性啊 常溺於 煩惱之中 所以稱為爐來藏嘛 被引附住了嘛 眾生的佛性被引附住了 那就要去除煩惱 然後佛性本來面目顯現嘛 所以說怎麼可能直接就掏金呢 還是說以掏金作為動機和墓地 這是一個 但是天台中三家派不是這樣認為啊 天台中三家派是說 他們的這個修行官就是一塊木頭啊 把它雕刻成佛像 是不是佛像隱藏在木頭之中 啊不是啊 那要看後面的 各種條件因緣的配合啊 啊例如說這個要雕刻佛像 要有木頭 這木頭是要能 看得起雕刻的 這是代表人的善根哦 還有雕刻刀啊 還有自己手藝的磨練啊 琢磨 還有呢 雕刻出來佛像的這個木胚啊 還要經過沙紙 的這個磨去 他這個粗糙的地方 還要打光啊 修理啊等等 才會變成一個佛像 這個修行啊 不拘一髮 不拘一格 有人以雕刻佛像啊 作為修行 這樣可以不可以 可以 一邊雕刻佛像的時候 一邊念佛 一邊觀佛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還有有人用畫佛像的方式來修行 可不可以 可以 並不拘於 一定要學習 經論 文字 這是你必須抓住這個修行的理啊 你就可以修行 這是 前提就來了 那你要抓住這個修行的理啊 那就是先要學習啊 先要學習 那這就是講到掏金掏殺的 甚至呢 信起說和信據說的影響啊 所以在華言呢 信起說和真如隨緣之說融會之下 造成極大影響 所以資理大師為了顯示天台中 一家正確宗旨賺了 別理隨緣二十 問 或是別理隨緣二十二問啊 說出別理隨緣的要指 再來 在湛蘭大師 別理隨緣提出 在湛蘭大師的 止觀大意 說隨緣不變 為性 不變隨緣為心 這意思是 何謂呢 上根立志的人 修起止觀法門 只需要觀不可思議盡即可 但湛蘭大師的法華文句之中卻說 不論是啊 隨緣不變或不變隨緣 都是無助本啊 這無助本呢 就是無助無本 無助無本呢 是空性啊 緣起無自性 一切法空性 因為一切法空性之故啊 色心都無自性 這是波羅啊 波羅經都是這樣講啊 所以這是觀不可思議盡 觀不可思議盡是 觀察空性 這是在湛蘭大師的法華文句 所以這觀不可思議盡就是 不可思議盡即是諸法實相 就是無助無本 是這樣來觀真心 如果你要修觀真心是這樣啊 直觀 這不可思議盡 直觀空性 並不是啊 我這個又有一個說法 這個和禪宗和華延宗的信喜和如來藏學又不一樣啊 如果你是三外派 不不 如果你是要觀 剛剛講錯了 如果你是要真的只觀察的不思議盡 就是直觀空性 觀修空性 但是三外派呢 他是直觀空性 認為啊 這空性即是如來藏 是我們本具的 按這個就不一樣了啊 這就是另外一個思想上的請砸 請壓 這如來藏心是我們本具的 性期的 和空性緣起之說 那是不一樣啊 思想上的不一樣啊 這越說越難了 再接下來 別禮隨緣的爭端根源 這在於 顯守法障大師 大聖起信論 異計 根據知己大師 天台教與起信論融會章他說 法障大師做起信論異計是別教 一圖之說 別教雖然有 有教有關 但是呢 顯守中啊 只講教 有教而無關啊 第三啊 別教有自他橫竖 但是顯守只自行竖入 第四 別教有四門 可供眾生入門 有無亦有亦無非有 非無四門 但是 顯守中 華眼中沒有四門批擊 還有 別教有多種意義 顯守中不說明 這個 就是 把 在在 中 中派的爭論上 哲理大師 除了把華眼中扁入別教 這是從教義上說的 另外還有說 他的別 即便啊 華眼的原教義被 置入天台的別教 但是就天台的別教義來 增定華眼的原教 他這個義里啊 還有很多 缺失啊 再來 哲理大師認為 大聖起信論意義中的隨緣 真如吉諸法這吉啊 不是當體權勢的吉 所以判為別離隨緣 也就是說啊 須帶轉變而成的吉 不是原教 而是別教 惡物相合是通教 當體權勢的吉 才稱原教 好 那為什麽呢 因為天台的原教是 佛法界包含其他 九法界眾生 是當體權勢 佛 今佛眾生三無差別 這才是信聚法門啊 這才是信聚法門 而 真如隨緣 中的真如吉諸法 這極致是什麽 只強調佛 的果德 這 果德就是 正 修正成佛之後 他的什麽 種種的什麽 正果之後的殊勝 稱為佛的果德 哈 這個字天台和華言之中很巧妙細微的地方不同啊 再來 資理大致認為 閒守法杖在大聖起信論一擊中 以真如隨緣做一切法 而真如之體性常不變 但是之後又隱居大致主度論 說 無情眾生啊 唯有法性沒有佛性 前後矛盾 所以法杖照起信論書 立有原教之名 而只有別教語 天台中認為 華言中的真如隨緣是別教 不僅在於真如和隨緣的解釋 還牽涉到無情有性的問題上 所以這個從隨緣 不變不變隨緣 講到這個別禮隨緣再牽扯出來啊 無情有性的問題 無情有性問題 就上面的隱文來說啊 閒守法杖認為 無情眾生 只有法性沒有佛性 這就是有所區隔不圓融 所以資理大致才說 閒守華言的真如隨緣之說 其實 在天台的叛教來講 只有到別教而已啊 近代學者對別禮隨緣的解讀認為 大聖起信論真如隨緣之說 是為華言中大聖宗教 以其所顯不及華言的原教 當然也不同於天台原教 若以天台的叛教立場 則主張 起信論於華言叛教為大聖宗教 在天台屬於別教 再來 讚蘭大師金剛癖的教學 與起信論之說的別意 在原理上 雖是論辯華言和天台的教學同意 但是對於性距 無助本的原理 特予以天台優越性的基礎 那華言講的是性啟 是 如來藏學啊 他不是啊 出其大聖的什麼 信空為民 這個牽涉到很多啊 像你對於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了解 對於中國佛教史要了解 還有對種種經論 的特質啊 內涵 還有中派思想 都必須要了解 這個不是 一朝一夕所 所能夠 造成的 都是要 花上功夫 慢慢閱讀 慢慢消化 不眠不休 我跟你說 有時候你這一天啊 可以把整部經送完 像是 法華經 雖然他28坪 但是呢 你好好的送 差不多2坪呢 3坪呢 一個小時 有的 屏幕比較 龐大 一個小時 但是你 花一整天 送金 一天 可以送完一部 花花經 但用念的哈 要是實在不行 那兩天 可以 但是思想的東西 不是這樣子 一天兩天就可以了 他是要每天 學習 每天累積 尤其是學習論 你一天讀個一卷 就很不錯了 因為論的思辨性很強 這個我們 我們 學習思想的人 最怕的就是 體力不济 無法思考 問題 無法思考問題 那就 整天都沒辦法做事 啊不是 所謂不能做事 就是不能思考佛法的意 那你說一些雜事可不可以做 當然可以啊 上廁所吃飯啊 睡覺 洗澡 這個 不用花到太多腦筋 但是佛法的可貴就在於 文思修 的這個思維啊 思辨 最重要 最需要思辨的 三部論點 跟諸位介紹 哪三部 劇社 最難 還有中論 我讀過 最難最難的論點 成為是論 思辨性非常強 那沒有辦法啊 一天你要是讀一卷 那很厲害 好繼續 在王志遠呢 他 對於別禮隨緣解讀 他是這樣 法杖 這華言中 著書 解釋起性論 專利 真如 俱不變隨緣 惡意 所以說不變即隨緣 隨緣即不變 為事中 只以夜相 為諸法生起之本 彼之真如 無覺無知 寧然不變 不許隨緣 之理認為 華言中的主張 並沒有錯 但華言中 屬戶 宗教 意見遁教不妥 所以天台中認為 他這樣的理論是什麼 別教 在天台的叛教裡面 是別教 為事中和華言中 均被執理 判為別教 而為達到吸收華言中的 隨緣不變理論 又表明本中 興趣思想特色 執理提出別理隨緣的 觀點 三外派認為 只有真心才能隨緣 認為隨緣便是 中 頓 緣教 而別教真如不可隨緣 所以反對 支禮大師講別理隨緣 而支禮大師則 産罰 真如隨緣 通於別人 惡教 這是對於別理隨緣的解讀 別理隨緣二時問 怎麼出現的呢 支禮大師做十不二門指要操之後 天台中生 既其做十不二門指令 抨擊支禮大師十不二門指要操中的 眾多文義 尤其是別理隨緣的異 異理 天台中生 既其認為 真如不變隨緣的原理 是原教義 既然是原教 才能堅固隨緣與不變 隨緣不變堅固 但是別教可以隨緣 是否能堅固不變異呢 此外天台四教來判射華言五教 是不對的 不可能的 天台四教是天台四教 華言五教是華言五教 所以支禮大師做別理隨緣二時問來回應 既其屬於天台中生 攔著思想思路偏於選手華言 於是支禮大師為正本群人做別理隨緣二時問 這裡有幾個問題啊 原教才能堅固隨緣與不變 隨緣即不變不變即隨緣嘛 但是就天台的別教來說 要嘛就隨緣要嘛就不變 無法堅固 這是既其的認為 但是支禮大師說 你這樣錯了 所謂 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呢 分開來說 啊這個文藝非常複雜 再來 別理隨緣二十問的重點 第一 為世中 的真爐是寧然 的真爐不隨緣 第二 真爐隨緣或不隨緣 都是別教 哦 所以他這邊講 不管你隨緣或是不隨緣 都是別教是真爐之意哦 那真爐可不可以不變 真爐當然 就為世中來說寧然真爐是不變啊 既然不變就不隨緣啊 好 他說華言中是別教 華言中叛教僅有不變隨緣 不是緣教 華言不談性句 所以不是緣教 必須建立性句三千之以才能建立原教義 第四 華言 原教義不完整 選手華言原教義呢 與戰藍金剛癖相違背 第二 選手華言原教義有局限 第三 選手法障教義別理不隨緣 所以這個是 是抨擊為世和華言中的 那回到剛剛我們說的 像天台終生祭祈 那如果你說 別教就可以隨緣 但是呢 你怎麼說華言的原教 就是天台的別教 這有兩重或三重的意義 這都是思想問題 因為華言中說 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 但是他又說呢 他又說了什麼 他這邊講啊 隨緣不變不變隨緣 他說是 就是華言中的原教義 就是小史中頓緣的原教義 但是天台中認為 在天台的別教 就有隨緣之語 這有一點 就是兩個 就是兩個 以此 以此中判教來判別他中 然後還有抨擊 其 選手華言的原教義 以戰狼 大師的思想 有違背 這個其實牽涉到 兩種或三種思路 他們其實是不同的場域 這個 這個是做研究的 不再多多做說明 就是 某中山先生 對選手法障別教義的回應 某中山先生認為 華言的中別教 也就是 出自如來賬自信 親近心的系統 此系統 不但對於生滅流轉的法 能詳細說明 對於親近法 也能清楚的交代 這可以說是很圓滿 但此華言中別教 也就是呢 小史中頓緣 他說這個中別教 不是原教 因為 如來賬系統 仍然是分析的路子 只是說超越的分解說 如來賬自信親近心 與無名的關係 既然如此 他就只能是 相異而無法相及 更不是當體 詮釋的相及 雖然他是超越分解 但只能 只要說用分解的方式 說一切法 就不是原教 他不能詭譎相及 不能是說 真即是旺 忘即是真 這是非常奇妙的問題 但是所謂 真即是旺 忘即是真 是立基於什麼 空性的基礎上 這個有三種思路 第一個天台呢 他是 從旺而至真 而天台中三家派呢 是直觀真心 那麼華言中呢 觀察這一念心是真心 又又有不相同啊 也就是說天台所觀的這由望而真 那正一念心呢 那正一念心呢 他是什麼 由旺而真 旺是先修啊 這個 五庭新觀四念處 最後呢 最後呢 到達空性 緣起無知性空性 而天台中三外派 卻有兩種思路 第一個 直觀空性 第二個 直觀這一念心是 本具的如來臟自信親近心 這都不符合智者大師和湛蘭大師的 原始教學思想理路模式啊 這是什麼 原理斷久 這個直觀空性或直觀如來臟自信親近心 不能原具一切法 在乘佛路上有著差別的九法界 只能藉由無名斷除之後才能乘佛 無法及九法界而乘佛 這是原理斷久 所以這是華言的中別教 這個 中別教可能是 某先生自己啊 創造的名詞 大概是這樣啊 大概是這樣啊 就是華言的 大聖宗教 大聖遁教和別教一聖的原教 都是屬於天台的別教 天台的別教 這樣說 好 好再來 為世中沒有別理隨緣意識 因為寧然真如啊 不隨緣啟動 毫無變化無任何作用 屬於違法 不應熏息而生諸法 如果此真如隨緣啟動 就會落入生滅千流之有違法 所以為世中真如之禮啊 無法隨緣造作出法 所以在天台中 要不要講錯 在華言中 將為世判為大聖使教 但是天台判為世是什麼呢 別教 這死別教這個是 某中山先生自己創造的名詞啊 在華言中的真如是屬於 如來賬自信清淨心的珍藏心系統 清淨與染無相互對立 雖然可以隨緣變現諸法 但無法圓融相起 所以 天台中判華言是什麼 別教 而不是原教 論疾 的意思 選手華言不疾天台 什麼是疾呢 有三個含義 第一個 惡物相合是疾 指的是兩種相異的物體 合而為一而不相離 但這不是真的疾 背面相翻的疾呢 他就如同手背和手掌 兩者互相表理 但是手臂手背手掌不同 實際上同為一個手 這也不是 天台的疾 不是天台的疾 要什麼是天台的疾的意思 必須當體詮釋啊 才是疾 對如來賬的解讀 在魔盒子官輔行中 解釋別教的發心 眾生心於煩惱之中 據如來賬 但是凡夫生來盲目 無法看見自己幾生之 本具佛性如來賬心 所以凡夫對如來賬 不知不見 所以生死流轉之中 若有別教菩薩 見此煩惱眾生 而發心救度 你這樣能說真如不隨緣嗎 所以最後結論 天台中承認 華炎和為氏兩者 都是別教 但是他們不是原教 這是一個 為什麽 由於寧然落隨緣 但據代方便一編此句 可知道志祺大師 判華炎中也是別教 判為氏是別教 而華炎中解釋 不便隨緣 隨緣不便 是以如來賬自信 清淨心來說 即是真如心 而不便 的視為如來賬自信 清淨心不便 亦即是 真如本體自信 不生不滅 不真不減 而隨緣的意思 則是如來賬自信 清淨心忽然起念 而變現種種族法 也就是說 外在的一切乃是以真如而現起 而呈現為各種差異不同的諸法 雖然說華炎中依據大盛起信論而談 信起思想 但是在為氏中 真如僅是原成實信 為一切諸法實相所顯現之空信 外在諸法的生命與真如 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一切都是事的變現 所以真如無法受勳 所以真如只有不便之意 而沒有隨緣之意 再來 在華炎中 將為氏判入大聖使教 原因在於 為氏中指說真如靈蘭不便 而不說真如雖遠 而且為氏中廣說法相少說真如 於是華炎中認為 為氏非究竟之說 而華炎中之大聖使教 相當天台中之同教 而宗教 則相當天台中之別教 所以知己大師認為 大聖起信論是別教 無論是華炎中或天台 在叛教上以為氏為別教 此說法結合於天台中與華炎中之教義 而天台中 而天台中更有華炎中 也是別教 而這個別教啊 還有不同 為氏中 為氏中是屬於什麼 始別教 這個始應該是指 華炎中大聖使教的始 而 華炎中他實際是什麼 大聖宗教 這個中 我叫別教 這個是謀宗三千 自己自創的名詞 其實我就認為華炎中 就是別教 為氏中也是別教 他說可以知道啊 山外派諸師所以認定別教 真如無隨緣之一 其實是對 天台中別教的理解上 發生錯誤 山外派的真正產生的問題 是在於 不認為不變隨緣是別教 即以華炎 為等同天台原教 這是知以大 時要分叛和駁斥 好 我們把 這個 第二次論爭啊 最主要別理隨緣之意 給主委介紹啊 那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 把這個 其他兩個 啊 論題趕快解釋過去 我們休息 剛剛啊 想起一個 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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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 好 好 這個天台中啊 宋 講錯了 宋代 天台 三家派 這個 這個在修行上啊 他是這樣 他是次地之關 他 他是由這個 啊 五庭新關 然後呢 然後呢 試念處 開始 開始 然後 這個是呢 觀望性 觀 觀望星 請大家看這個啊 看投影機啊 最後觀望星呢 還是 還是會歸到什麼 由觀潮望星 到 觀 真心 這個 真啊 指的是 什麼 空性 所以到最後呢 嗯 極望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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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極是真 而這個極字呢 是當體權勢的極 極明 極命 極 Europ 天台三家派 那么 另外啊 跟诸位说 直观 真心 就是说直接观察空性 因为在天台中的三外派啊 有的人是这样 直接观察空性 那不是赤地 这是我最近学到 在看在诸位得到心得 这是宋代 天台 三外派 宋代天台中三外派 有些 人 是 直观 空性 然后他认为呢 这样就是真望不二 另外的大部分 人 大部分的 这个三外派人 他的直观 真心 真心啊 这个真心这个 真啊 是什么 本剧的 本剧的什么 如来葬星了 亲近心 亲近心 自信亲近 他认为这个真 他认为这个真 所以三外派 他在观真心他有这两个 所以 忘记是真啊 啊 啊 真 即是旺 啊旺即是真 这有什么不同 这有修行上很强烈不同的意味 三家派 他是由旺 而至真 看到这 由旺而至真 最后真旺不二 当体权势 这是三家派 三外派呢 直观真心 没有赤地 直观 这样就是 直接观察 这一念心是空性 这都不符合啊 这都不符合啊 不符合 不符合 智者大师 和 赞兰大师的 原本思路 教学 教学 所以他们为什么是三外派 你看他们文献就知道 像是 神智从义大师的 天台四教仪集结 他就是这样啊 还有在看三外派其他诸师的著作像最有名的就是孤山智元 大师 就是他 这个思想上的问题这个是真的是很繁复啊 他认为都是经论 都是佛说 他把这个真啊 真心这个真 你看即使是真心 也有所不同哦 也有思想上差异性哦 真心有的是空性啊 有的是如来藏自信清静心 由望而至真的 最后到达那个真 真 是即忘而真 真忘不二的真 是由于呢 源起而空性的真 或是直观空性的真 或者是将这个真认为是呢 如来藏自信清静心的真 这三个真的 观真心 有不一样啊 这个就是他 宋代天台 最麻烦的地方啊 那你要是 经论学的 不够扎实 你就很难分辨 啊你就很难分辨 所以说在知理大师那时代 我从他的别理随缘22问啊 还有这个 法治潜观星的200问啊 那我们看看啊 天台中很多的这个 像是别理随缘22问 还有呢 还有 这个 关心200问 这说法啊 关心200问 法治一篇关心200问 啊这个 那他就是讲到这关心的问题啊 治理大师关心的问题 这是市民实义书 另外刚刚讲的是 别理随缘20问 别理随缘20问是出自于 万之虚探 万之虚探 四名人月义书 义书重书 诶 弄错了 太多了 嗯 应该是 别理随缘20问是出自于 这个 我找一下啊 刚刚 弄霉了 应该是市民实义书不是 市民尊者教行录啊 市民尊者教行录里面的 别理随缘20问 好 现在我们再给诸位来看 宋代天台的第 第2次论真的第3第4个 论题 这就很快的给诸位带过去啊 别理随缘之说 我们刚刚说过了 第3次论 诶,讲错了 诶 第2次论真的 第3个 色星双聚3000 啊 我找一下目录啊 新聚3000 色聚3000和 无情有心的论战 啊 好 我们快速的给诸位讲过去 在宋代天台 3加3外2派 教理的奇异 彼此的见解很复杂 还有 色星双聚3000论的由来 是从三法能索 之后才能 三法能索探讨完了才能探讨论 无情有性 和草木乘缝 所以呢,请看 三法能索 先讨论 先讨论 再来讨论 四里 总别 色星双聚三圈 最后探讨 无情有性 草木乘佛 所以要先讲三法能索 什么叫三法 是三无差别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好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这是出自华严经 在智者大师 法华悬疑他是这样啊 我心至空 罪服无主 心呢 观察之心是空性 诸法实相 空性 观心无心法不住法 所以观生 是实相 观诸佛 诸佛也是实相 所以一切都是空性 既然一切都是空性 诸法实相 所以呢 众生心 神 佛心和己心都是呢 空性 都是诸法实相 所以这三无差别 这是第一个 所以这个是呢 三法能索啊 好 好 既然 众生心 己心 自己的心啊 自己是能 对不对 众生是所 对不对 佛呢 是我们最后成 就的果 所以这三个 无差别 好 三法能索 讲过去 但是 是有事有理呀 虽然说 这有事有理也就是说这一念心呢 这又回到 智者大师 兴趣思想 这一念心虽然是心 佛众生 三无差别 但是呢 这一念心是什么 一念 无名法 信心啊 啊 请诸位看啊 刚刚前面已经讲了三法 能索 然后 讲的这一念心呢 是什么 是一念 无名 法信心 无名即法信 法信即无名 无名与法信 都是空信 所以才能三法能索啊 众生心 佛心 己心 三无差别 OK 那既然都是 众生心 佛心 己心 三无差别 那我这一念起的 借而 借而一念 因 世心 妄心呢 具三千诸法 差别像 这是心内所具 但是外在的三合大地 也是具有三千诸法 差别像 所以 心 这一念心 这所造三千诸法 和外在的三合大地三千诸法 无差别 这样才是能讲 三法能索啊 这样能索才能双无啊 因为都是空信 所以一念无名法信这三个 窜起来 这三个窜起来 所以这个是 四兆三千 礼 俱三千 礼俱三千是能 四兆三千是 锁 所以呢 能锁呢 都聚三千 然后 都是空信 都是诸法实相 这样子才能讲到 后面的啊 观无量受佛经的 约心观佛论 如果 这是天台中基本理论 如果你这个不通过 就 不 不是遵从天台中的基本理论 好但是三外派诸师他怎么讲呢 新聚三千即可 社不用聚三千 为什么 新造三千诸法 社 社法为新所造 为新 这个所聚 所以呢 新造三千 包含社造三千 因为在这个 奉先元清的法华 十庙 不恶门 是诸子和 孤山自圆的 金刚匹显性论 他就是这样说 他说 不恶为新 实相 即是 金经 开拳显时 金经就法华金 众生一念心服 真佛之见 诸佛出世 唯为此事 预定众生了 实法界 这实法界 全部都是啊 自心清静之体 妙觉 觉性 妙元觉性 实法界 全即一念 所以这个理解 错误啊 说一下 谁 谁 这不是啊 智者大师的一念无名法信心 无名即法信法信即无名 不是啊 就是一念心是 珍藏心啊 我们就讲一个 就好 奉先元清的法华十庙 博尔门世诸子 这样就好了 这样他就否定了什么 色星双聚三千 这不是智者大师讲的一念无名法信心啊 请看这个版书 大家要再想一想啊 由三法能所 这一念心 一念无名法信心 这三个串起来啊 给诸位想一分钟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什么 四兆三千 理据三千 皆是这一念 一念无名法信心 是不是 好 接下来 由此啊 三法能所 四兆理据三千诸法 皆是这一念无名法信心 无名即法信 法信即无名 都是空信 那空信呢 充色 一切 情与无情啊 充色于 情与无情 再接下来 这个直接跳到 直接跳到这个 草木成佛 所以这个关于 四兆三千 理据三千诸法 我这边这个做结论啊 就是说 三外派啊 他只说 只要兴趣三千 就可以将 十法界中 所有众生的 一报 震报 完全收射 而这三千法都收射在 真心当中 啊 第二 为色为乡 色外无法 是 智者大师试验出乃至 赞兰大师史博文门中所说 但是智元大师认为 智者大师和赞兰大师本意就是说 色 星 体 与星呢 一体的 所以草木国土 智聚三千 这种色聚三千的思想 智者大师没有在说这个 他只是说 星造一切法 星即是色 但是 这不是 剥落空性的思路啊 天台中很重视剥落金 他只想 星造一切色 但是呢 我们看 剥落金 以星经来说来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这个是色运 还有呢 受想形式 是星 他说都是空性 所以这样的读法是什么 想不亦空 空不亦想 想即是空 空即是想 对不对 所以呢 五运的色运 和后个 四运 四运是星法 色运是色法 两个呢 无差别 都是空性 但是 智元大师认为 星造一切法 星即是色 即可 星是空 色也是空 这个 错了吼 这个只有单方向 不是双方向 这样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就无法 说明 草木成佛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后面 你看后面啊 我们讲 这个 很繁复 这个很繁复 在赞兰大师他是认为 无情而有幸 这个在我们 之前一个的论题呀 唐代天台学 专题研究讲 但是 三外派 智元大师他是这样认为呀 这请大家注意要从 星聚三千 过渡到 什么 草木不能成佛 这是三外派理论啊 但是 三家派理论是 色星 都双聚三千 所以草木能成佛 无情而有幸 我把它念一下哈 闲论表明的观点认为 色聚集是星聚 所以星聚就好 星聚三千集 可不用再色聚三千 色与星各聚三千租法 这不就成一念六千吗 由此可知 三外派是 唯星论 只承认星聚三千 那么呢 就之前引文 三外派将此一念星认为是 灵之真信 所谓星聚三千 另一种说法就是 星是真如 而真如是本体 龙 总化 寒龙一切法 外在的三千租法 只 被理解为真心的呈现 也就是说 星为能造 而三千租 租法 仅是 所造 而这个 他只是 所而非能啊 所以外在的设法 是不可能造三千租法 只有星能造三千租法 那这个是有问题的哈 这不符合一念无名法信心 再来 三外派志源大师说 外在的设法 不能造三千租法 也不许 俱三千租法 只有星能造三千租法 俱三千租法 那这个星 灵知灵觉这个星 那只有有情众生可以俱全 俱全啊 无情众生 没有这个灵知灵觉的心啊 好 有情众生 俱全 这个灵知灵觉的心 能造三千租法 他才能成佛嘛 成真正的佛 而 外在的草木 没有这个灵知灵觉的心 他不能成佛啊 这出自于金刚匹显信路 这个 我讲 志源大师认为 如果观自新 能俱三千租法 则外境的设法 也是内心的变现 现在 因为虽然 分心在内而色在外 实则 心不在内外 色也不在内外 全是由心的变现 这个是这个 有矛盾啊 这是他的金刚匹显信路中说 所以呢 他说只要心清净就能佛 国土清净 佛国土清净 则无人 可得清净的智慧 所以 因为无人 具有清净智慧 就能改变 设法 心法 既然设法 心法能改变 一切诸法就能改变 而清净 所以一切 三千诸法 都是出于 置心 反之草木 无心 如何能具三千诸法呢 所以草木瓦石 树木是无情 不能说他们 有性 就是草木不能成佛 所以说这是志源大师他们讨论 心造三千才 讨论到无情 无性 草木不能成佛 但是根据湛兰大师 金刚匹啊 只观毅力 不是这样说啊 不是这样说 啊 湛兰大师还参着了 为什么他能够说 无情有性啊 他参着了什么 大涅槃经的什么 三阴佛性啊 大涅槃经佛说的啊 佛说无情众生可以成佛的 也原具三千佛 三阴佛性啊 勤武与无情同源总治啊 无情还能说法 这是不可思议啊 但是三外派诸师背离 大涅槃经 无情 不能有性 草木就不能成佛 草木瓦什就是无情 其实草木瓦什 成佛呢 就归类到 无情有佛性即可啊 这个是由啊 色心双聚三千 过渡到这个 草木成佛啊 但是探究战兰大师金刚匹还有十不恶门都是主张色心不恶啊 所以可以推演出不论有心无心 有情无情都能同源总治啊 马西皆成佛 这个是很 很多项事的辩驳 这个日后 诸位如果有 兴趣可以写论文呢 来 来这个什么 来探究 啊 总之战兰大师金刚匹 啊 还有呢 子官毅力 都在在显示草木可成佛的 究竟宗旨 然后呢 赞兰大师也不是随口而说 他是根据呢 大涅槃经的三音佛性来讲 三音佛性相及 而 更能够呢 表现 智者大师的兴趣思想 而三外派呢 只说 心可聚三千 草木瓦石无情不能成佛 就否认了赞兰大师的无情有幸 那你这样还是天台中人吗 就不是啦 不是啦 哦这个是 复杂的论辩啊 赞兰大师 赞兰大师 最后我们说啊 赞兰大师怎么讲 这个 哇 赞兰大师的论辩也很繁复 大体上来说 不出于我刚刚所说的我把他用念的啊 赞兰大师 认为 色为法界而按照智者大师所产明的基本原理 十戒护具 由此就可以说 万法为心 也可以说万法为色啊 万法为生 万法为相 万法为位为处啊 所以唯有色聚三千 十戒护具的意义才能彰显 乃至随举法 法界全收 略无 遗余 如果只说心聚三千 色不聚三千 那就 就会发生 有信 所不聚之色 就是外在的这个草木瓦石 山河大地无情 这些众生啊 没有佛信 否定心聚三千 也就是说 三外派诸师对于 一念三千 信聚法门的 说法 研究不够透彻 还有色心相及 体性不恶 这方面直接 证据来自于 湛蓝大师 这是肢理大师 引用湛蓝大师的理论 说色心之法 恶者无恶 所以就其相对而论 有色有心 就其体性而说 色心护一 离色无心 离心无色 体性同一 相及互入 二则俱二 一则俱一 在全体相及圆融 一切法 为色身相畏处 一切法 是为色身相畏处 那怎么说 只有只有心呢 所以一切法为是 这是心即是是 所以色心 双聚三千 所以心聚三千 即是色聚三千 色聚三千 即心聚三千 一念信片 法界全收 无情之色 亦俱佛信 他是这样过渡来的 这个很繁复 所以在 宋代天台的第2次论真 啊就是有 这几个重点 啊 在白板上 跟主委讲过 真旺行官 别离随缘 色心双聚三千 尤其色心双聚三千 才能过渡到 无情有幸草木成否 好 这是第2次论真 终于 给主委 介绍完了 下周一啊 再给主委介绍 第3次第4次论真的 主题 要义 然后我们宋代天台学专题研究 就结束 因为 今天接到消息了 7月27号 就是 降级为 由3级降级为第2级 也就是恢复 我们可以上课 而我们这个 宋代天台学专研究就 到7月26号结束 之后就是基金会 应该会恢复 恢复 所有一切的正常课程 乃至这个 啊 乃至这个 假日佛学院也恢复 好 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啊 我终于把第2次论争给主委介绍完了 好 向下文常 赋予来日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 与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臣佛道 我等与众生皆共臣佛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